老板兄弟们,有很多老铁发自信问我说这个鲍鱼该怎么吃 其实很简单 你用刀把上面的肉剥出来就行了 它下面是内脏,下面内脏是不能吃的 借老铁如果你学会了,请给老铁一个双鸡 算了,不要了,天天要也没人给 这辈子都得不到你们的双鸡 老板兄弟们,昨天一个老铁发自信给我 让我多点几个海葵 他说他那样看着比较舒服 咱今天到市场上买了三只海葵 那个老铁不知道你还在不在 看着舒服了吗 如果舒服的话,请给我个双鸡好吗 不给双鸡,加个关注看我直播也行 来吧兄弟们,有好几个老铁私信我 让我解放一个墨鱼 说有墨会给我双鸡 我这妈咧,墨鱼没有墨还能叫墨鱼吗 必须有墨 老铁这不是我说你啊 每次视频都是你们提 然后双鸡和关注都让人家不锈钢河那个铝合金给 这个视频老铁你就给一个吧 来吧兄弟们,这个墨鱼骨啊 它也叫海飘销 它可以止血止痛 有很多功效,是一个好东西 好 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会因为学的知识 随手给个双鸡 有的老铁怎么样就不给 不给不给就不给 不给双鸡 加关注看我直播也行 来吧兄弟们,沙马线难呛,难于上青天 今天二大爷又告诉我说用牙膏呛下试试 还说那个沙马线爱看跳舞 最近二大爷说话好像都不大 今天老铁如果你手机还有一点电 请给老铁个双鸡,加关注看我赶海直播 来吧兄弟们,如果你手机还有一点电 请给老铁个双鸡 不给双鸡,加关注看我直播也行啊 是不是说早了 海边发现一个洞,然后用啤酒呛一下 然后用力嘴它 两只八爪鱼啊 来吧兄弟们,昨晚有个老铁脱沫问我说这个皮皮鸭该怎么吃才能不扎嘴 你之前用剪刀把里面剪一剪就行了 那个老铁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请给我个双鸡好吗 哎呀算了不要了,天天要说你要的我是身心疲惫也没人给啊 加关注吧,看我直播 聊吧兄弟们,有两百多位老铁发信给我想看一下老虎线的内部构造 咱今天找来一只给大家看一下 老虎线的尾巴上是没有肉的,它只有磕的面有一点肉 今天老铁如果你手机还有5%以上的电 请给老铁双鸡,加关注,看我赶海直播 聊吧兄弟们,昨晚有个老铁在梦里问我说这个海事鸡该怎么吃 其实很简单,你之前用剪刀把中间剪开就行了 那个老铁真不是我说你,咱也是有BPG的人 有事糊我一下就行,别老托梦,挺吓人的 那个老铁如果你醒了,请给我个双鸡 不给双鸡,加关注,看我直播 来吧兄弟们,昨天替我二大爷说 把我遇到汽水会快乐的跳舞 咱今天试一下 我的天哪,果然跳了起来 这老铁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 请给老铁个双鸡,加个关注,看我赶海直播 这天天药有没有人给啊,这个视频你就给一个吧 海胆蒸蛋很好吃 可是清理起来却很麻烦 首先你得用一把剪刀,把丝绸清理掉 然后把鸡蛋打进去 这样做啊,隔壁家都常哭了 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会习惯性的给个双鸡 有的老铁怎么样就不给 这个视频你就给一个吧 好,给你个双鸡 很多人跟我说你粉丝那么少,说话又不好听 你就别每天那么累了 可是谁又能懂得咱们这个年龄背后的心酸 今天拍的是隔海阔的视频 哪怕能有一个人给我点亮红星加个关注 我也就感到知足了 祝所有双鸡和关注老铁好运连连,幸福安康 感谢你们 感谢观看